苗栗發生了遊覽車跟轍車擦撞的事故 司機肇事逃逸 而司機所屬的公司 就位於新北市三重 這棟大樓的七樓 目前一樓有門禁的管制 要等到週一公司上班 才會有公司的人員進出 雖然公司沒開門 但遊覽車司機鬼切兆逃 第一時間他回報說 不知道撞到車遭到批評 公司也緊急向司機了解 事發當下的狀況 根據公司總經理的說法 這名男司機今年36歲 到這一間公司服務 只有大約四個月的時間 不過先前有開過三年公車 並不算是開大車的新手 公司也強調 每一輛車上都有裝設 八分割的攝影機監視畫面 而且還有司機打瞌睡 以及車輛防撞的警示 但卻還是發生車過 如果他的動作是這樣的話 我會用解聘處理 這樣子我也不敢再用它 現在缺司機缺得很嚴重 可是我還是零缺誤滥 司機已經先遭到暫時停職 週一公司上班 負責人會調閱相關畫面 也配合警方調查 等到確認司機趙澤 未來就會解聘處理 面對司機缺工嚴重的問題 總經理不敢大意 將審慎評估用人素質 加強訓練 不再讓公司名聲受到影響 違規紀典 這個對應措置一定要很明確 就是讓這些不良的駕駛 必須要離開這個產業 交通安全專家認為 車上防撞警示或監視畫面 可能都還不足 可以再加強 訓練不足也是主因之一 另外司機就算被解聘 未來還是可能到別的公司去 因此醫人建議相關單位 要有太除的機制 才能讓有問題的司機 不繼續上路服務 造成危險 TVBS新聞 理研究黃凱進新北 藏寶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請問